余国国君和晋献功在围猎 只是玩得最兴 忽然底下有人来报 城中起火 晋献功就说 不要紧 一定是百姓不小心火足 玩一会儿 白理系就拉扯余国国君 小声说 主公怕不对路 一定是城中发生变故 要立即翻入城稳阵点 余公才醒悟 立即词别晋献功 带领军马飞快赶入城 谁知道一到京城 只见城门紧闭 城墙上站了一员大掌 盔甲鲜鸣威风 大声押下来 多谢余公 不单是借路给我们 还连京城都送来 一是仇之有愧 多谢多谢 余公一看 原来就是那个说病得这么紧 几个月不懂得动的进国大将李克 余公又夹又生气 立即下令攻城 城上万战齐发 战好像落雨 噗噗噗噗噗噗噗地潑下来 而国国君急忙下令退兵 就想去召集其他军马来到攻城 谁知道后面飞马来报 不得了啊 进国国君亲自带领大军攻都来了 说话还没说完 城里面的大将李克 已经带领军马冲出城门 前后夹攻 余公带的兵马就当场大乱 死的死伤的伤 投降的投降 那时候百里鞋的随从 就劝百里鞋 不如趁乱逃走马了 百里鞋就长叹一声 我当初没听展叔的劝告 跟随于公已经是十分不折 如果现在再吊低他 就更加属于不忠了 我还是跟他一起同生死算了 于是百里鞋就跟随于公 一起做了进国的俘虏 进国的士兵就押着余公去见国君 那位余公现在面红意热 倒低头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进宪公就嘎嘎声笑 诚蒙贵君这么大方 用贵国的京城来换寡人 那批堵马和玉壁 寡人突然来说声多谢 说完之后就吩咐将余公和百里鞋 留在军中看馆 那晚余公和百里鞋 那晚余公和百里鞋 军神两个就困在一间 世世间的营帐里面 那位余国国君呢 整晚哀声叹气 当初错在没听公之旗的说话了 想想想想又贼怪百里鞋了 你为什么当时又不提醒挂人呢 主公 那时候你连公之旗的说话都不听得入议 怎么肯信我啊 如果我当时劝贱主公 恐怕连命都没了了 我当时不出声 无非是为了今天在患难中跟随主公而已 那个余公听得都这么说 就更加羞愧万分 军神两个相对无言 日晚都没睡到 翌日一早 晋献公就拉大队入余国京城 大上三军有功的将士 立头功的 当然是那位大夫殉色啦 怎么知道不见了 不知道去哪儿 刚刚派人去找 只见殉色 左手托着玉壁 右手拉着赤兔马上前来来品酒 主公 神说借用主公两件宝物 如今大事已成 宝马玉壁 奉还主公 晋献公就十分欢喜啦 重赏里克和殉色 上次完了 晋献公就想将余公杀了以绝后玩 殉色就说 主公 余公不过是一只蠢奴来的 不如留着他 那就更足以显示主公宽宏大量 晋献公一想 嗯 那也好 就下令 重忧宽代 另外送一匹好马 一块玉壁给个鱼公 对他说 寡人并没有忘记贵君借路的功劳 今后你就留在我们晋国 享享清福啦 晋献公又听闻 白理鲜十分有言得有才能的 就想封他做大夫 就派人去对白理鲜讲 要他为晋国做事 白理鲜宁宁头说 大丈夫不能为国效劳 以致到国家灭亡 国君被枯 这些是做神下的奇耻大辱 怎么还能够卖身求荣 我宁愿跟随旧君 了此一生算 晋献公听闻白理鲜 敢说十分 就想杀了白理鲜 刚刚那时候 秦国国君 秦牧公 来接晋献公的女儿穆基 回去做夫人 晋献公就有意想折磨白理鲜 将白理鲜当做陪家的怒布 就跟上新娘就送去秦国 可怜一个白理鲜 控有制势之才 不遇明主 一生老倒 这么老了 还被人当嫁妆 送给人 真是牛马不如 那白理鲜越想越心痛 堂堂一个渔国大夫 现在做奴仆 做嫁妆 还有面见人 走到半路 白理鲜就判死来逃走 又算他大命 真是被他走掉了 人家生疏去哪儿好 白理鲜一想 唯一的出路 就去找展宿 就留夜想赶去宋国明六村 谁知半路就遇到边境打仗路不通行 没办法了 只好一路黑射 就一路去楚国 想去找老婆子女 真是整定他 虽然上来 就和不单行 刚刚到楚国 就快到京城了 已经天黑了 城门关匪 只好在郊外过夜 到半夜 见到有几个乡下人出来打猎 白理鲜 黑默默 看到人拿着刀拿着枪 以为是来打劫 他们想走 那帮打猎的人 就以为他是贼 大声喝着他停 白理鲜就走得更快 后面这帮乡下人 就一直追着他 一下子就捉住他 见到白理鲜 衣衫蓝楼 还要审吗 大声喝着他 原来是你躲在这里 这陆乡下 整天被人偷了 这回还没捉到你 不问情犹 又五花大绑 坐着回去 等到天亮 都还没审问 整帮人就围着他来打 拳脚交加 一边一次追问他 你吃得和米多了 你偷的东西收藏在哪里 快点咬出来 白理鲜就有口难言 有个乡下人 见到他满头白发 一表斯敏 人有这么大年纪 不像做贼 就问他来右 白理鲜就说 我是渝国人 因为亡国来这里避难 那个人就好心 就叫人松了绑 问白理鲜有什么本事 会不会耕田 耕田我就不会 会养牛 那对了 我们只是想找人养牛 于是白理鲜就流落在楚国 做老板行 和人养牛 养了不多一年而已 那些牛又肥又大 慢慢白理鲜就出了名 传到到处都知道 说有个白理工养牛 很厉害的 楚国国军也听闻这件事 就召见白理鲜 就问白理鲜 你养牛这么本事 那你有什么学问的呢 大王 学问是没什么的 最重要是威牛要及时 要爱惜牛力 不要使他太累 要一条心来你照顾他 就是这样了 楚国国军就十分 是吧 是吧 你这些养法何之养牛 养马亦不外遇事 于是 楚国国军 就派白理鲜去南海养马 再说秦穆公 他娶了夫人木姬之后 有一天偶然闲谈 听说进国送来的嫁妆里面 穿个奴缚白理鲜 半路走了 秦穆公多少听过白理鲜的名字 有些奇怪 怎么会找这些人来做奴缚的呢 就去问进国招 回来的大夫公子执 公子执就说 白理鲜是余国的大夫 这个人是他了不起的人物 秦穆公更奇怪 就是追问 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人怎么 主公 白理鲜红材大略 就不用说了 他明知道余国国军昏庸 没办法听得入忠宴 所以他不出声劝谏 这个是他的聪明 及后见余国国军落难 他宁可不要荣华富贵 不肯为进国做事 心甘情愿跟随旧军来受罪 可见这个人为人忠厚 是难得的言臣 秦穆公听完 白理鲜的经历十分有感慨 这些人才居然沦落为怒卜 可惜 可惜 现在有什么办法找得回来 公子执就说 神听闻白理鲜的老婆 带了个儿子留落在楚国 白理鲜这个人最厚度 一定是去了楚国找妻儿 主公不如派人去楚国来茶房 秦穆公就求言深切 真是派人去楚国来打听 不久就回来报 说白理鲜在楚国南海 和楚王养马 秦穆公一听就欢喜了 唉,那就好了好了 寡人派人带重金去楚国 熟他回来 公子执就劝着说 不行的不行的 主公 如果你这样做 白理鲜就没办法来的了 那寡人最多再用多些金银去熟他回来 主公 你用越多金银去熟 那就越没办法熟得他回来 楚王叫白理鲜养马 是因为不知道他的本事 如果主公这么隆重去熟他 那楚王就醒悟了 他一定留回为楚国所用 怎么肯放他回来 不如学齐国管仲在老国脱身的办法 就当白理鲜是罪人 说他在秦国做奴博 私自逃跑 得罪国君 主公用最箭的家钱熟他回来 那或者还可以门过楚城王 于是秦穆公立刻派侍者 拿着当时买奴隶追赠的家钱五张羊皮 就去拜见楚城王 对楚城王说 说闭国有个奴隶百里鲜 走来贵国 我们国君想熟他回去懲罚他 以免他带开头 教坏其他奴隶 说完就献上五张羊皮 那个楚城王 一来就怕得罪秦国 二来呢 见到那个只值五张羊皮金箭的奴隶 就随口答应了 就派人带上这个侍者 去南海去组百里鲜 那时候呢 南海的百姓 跟百里鲜相处了很久了 百里鲜为人又敦厚肯帮人 又有学识 所以呢 大家对百里鲜都非常有感情的 现在 见到一大批军事鱼狼似虎 那样 把百里鲜五花大绑拉走 为了押回去秦国 想着这回呢 就回去必死无疑的了 个个就不舍得百里鲜走 哭哭啼啼 真是来到松衡 百里鲜心中有数 他知道秦木工 红材大枝 想争霸天下 正在礼言下士 到处搜罗人才 找自己回去 便会因为责怪一个奴木逃走 就花这么大气力了 一定是想重用自己 所以他十分淡定 他反而安慰当地的老百姓一番 然后和当地的父老告别 那秦国的侍者 和那帮徐虫呢 就绑着百里鲜离开楚国 一回到秦国边界 公子执已经在等候了 立刻和百里鲜松绑 换过衣服 摆酒席来接待 请百里鲜住在宾馆休息了一晚 然后呢 第二天一起 入京城去拜见秦木工 秦木工听闻百里鲜来了 十分欢喜了 立刻召见 怎知一看 站在面前的百姨公 满头白发 全面打了杂 又黑又瘦 寒起个背 形容潮水 秦木工当堂打个突 唉 当然了 百里鲜这十几二十年流离失所 和人看牛放马 风吹日晒 有什么办法不衰老啊 秦木工 看到百里鲜是这样的 就问 你今年多少岁啊 神仙仙七十岁 啊 七十岁了 唉呀 太老了 可惜啊可惜啊 主公 嫌神太老了 哈哈 如果要神去落海逐雨 上山打老虎 爬树逐雀仔 那就确实太老了 而如果要神商量国家大事出谋或策 那神还算年轻呢 旧时姜太公八十岁遇见周文王 文王拜太公为相 直至娶得周朝天下 如今 神被姜太公还年轻十年 怎敢认老啊 秦木工听到这么说 知道自己失言啊 公公敬敬地走到旁边来请教 请问老先生 我们秦国地处在偏僻的西方 和容敌相论 中原的诸侯从来没有和寡人来往 寡人想请教下 怎才能使天下诸侯敬中秦国呢 伯利是见秦木工 这么虚心来请教 他心十分感动 他就说 主公 神不过是一个亡国之神 淪落为看牛养马的奴卜 如今也年老看虚了 成蒙主公 无以神卑贱不似下问 神怎么敢不尽所能为主公效劳啊 主公 秦国国土那是周朝发祥之地 地形险要土地肥沃 牛马成群 周朝连这么好的基业都不能够保住 给了秦国 这个那是上天赐福啊 秦国虽然地处在偏僻的西方 但是秦国没有引起中原诸侯触目 这个是对秦国最有利的 只要将附近的几十个敌容小国 逐个来到兼平 那他们的土地可以用来扩大耕种 人力可以增加兵力 这些都是中原诸侯 没办法跟主公来争的 主公只要因威并用 巩固战果 然后养精畜蕊 等机会一到就长驱直入 争霸中原 那霸业就可以成功了 秦国公就听到入神 慢慢站起来拉住百里系的首角 上天保佑寡人 寡人有了百里系 正如齐桓公得了个管仲一样 秦国公就留百里系住在宫中 一年谈了三日三夜 秦国公简直是五体投地 就想拜百里系为上国 百里系一味不肯 再三可以推辞各 多蒙主公弃重 但是神的才能 未能承担这个重任 神有一位朋友展叔 才能比神高十倍 主公想称霸天下 就要用展叔为上 神愿意做他的助手 这样才能够成大事 秦目公就说 哎呀 你的才能寡人亲自领教过了 知从来都没听闻过有个展叔奇人的 你不必欠扬啊 主公 展叔的本事 不单是主公不知道 就算是宋齐两国 也没人听过他的名 但是神知道得最清楚 哦 当年 神曾经去齐国想投奔公子无知 是展叔劝了才没有去 这样才救了神一命 后来 神打算追随周朝王子屠 又是展叔要神立刻离开 果然无奈 王子屠谋反 跟随他的人都遭杀身之和 后来 神要投身于公 展叔又极力劝阻 哎呀 神因为贫穷老倒 无地容身 没有听从展叔的说话 跟随于公 结果就被晋国俘虏了受尽折磨 可见 展叔的才能 实在比神高超得多 现在展叔隐居在宋国明六邨 主公最好就立刻去找他回来 秦牧公听见百里鞋那样说 就立刻派大夫公子执 扮作商人 带着大批金银珍宝 凌络筹短 用两部马车装鱼 就带着百里鞋一封信 就去宋国明六邨去找展叔 一到明六邨 只见羊柳依依 溪水散散 花香阵阵尿雨声声 真是好像世爱桃园那样 圆处木同三两 在放牛唱歌 日太优雅宁静的景象 公子执在车上对随从说 啊 这里真是君子隐居的好地方啊 前面就见了一个农夫走过来 公子执就下车问他 展叔住在哪里 那人也十分客气 说前面竹林深处 左边有条溪水 右边有棵老鼠 中间那间茅屋就是了 说完还拱手告别 公子执就更加感慨了 哎 言得君子住的地方 连乡里亦受教化 彬彬有礼 可见展叔真是个有德有才的人啊 公子执走了半里路左右 就来到展叔住的地方了 果然是超凡脱俗 真是红尘一任万天去 高额先生白不佑 公子执就吩咐随从 把两部车停在外面 他自己就上前敲门 有个小弟哥就出来开门 请问找哪位啊 展老先生是不是在这里住啊 哦 主人和旁边几位老先生出去看瀑布啊 一会儿就回来了 请进里面先坐一下 公子执呢 看到展叔不在 就不敢随便进他家 就坐在门外面的石凳等候了 坐了一会儿 看到有个大汉 虎背红腰浓眉大眼 一手称了一只鹿 一手就拿着弓箭走过来 公子执见这个人 虽然衣着一身农夫打扮 只气宇不凡 就起身和他打招呼 那个大汉呢 就放下了一只鹿 拱手搭离 公子执就请问他贵姓名 我姓箭 明炳至百月 哦 那国下认识展叔老先生 他就是家父 请问贵客来此有何贵贯呢 明炳的老朋友百里鞋 现在在秦国做事 托我带封信来给明炳 哎呀 失敬失敬 先生请入草堂喝杯茶 公子执在三谦阳 然后就跟随白月饼入屋 分分主坐定 两个人呢 就随便东拉西扯 谈起闲计 白月饼是对答得十分得体 公子执就有点奇怪了 又见他这些人身材高 大样子威武 就有意跟他讲一下武艺的事 哈哈 那白月饼呢 不单止说武艺在行 而且呢 讲起行军暴阵呢 见解十分精辟的 公子执的心就想 哈哈 这些都是他老爸教导的结果 怪得白月饼这么推荐展叔 他两个人呢 越谈越投机 不知不觉地谈了整个时辰 那时候呢 展叔和隔离两个老伯 一起回来了 大家客气一番 公子执就把白月鞋那封信呈上 那封信呢就说 秦国国军如何爱惜人才 派大夫公子执来到公请展叔出山 展叔就问起白鞋 为什么会得到秦木工赏识的事 公子执就将白鞋做了俘虏 在楚国养马 秦木工用五张羊皮熟他回来的事 从头到尾就说出来 展叔一边听 一边摇头探色 公子执呢跟着就说了 我们国军呢就想请白鞋擔当上广 知他说才能不及老先生 一定要老先生出山 如果不是呢他就要器官离开秦国 回来明六川陪伴老先生 我们国军呢就派小臣来拜见老先生 还有点多小小的礼物奉上 说完就叫徐重将礼物抬礼 哇 金银珠宝一箱箱的抬礼 隔离那两个老伯呢都没见过 这么小的东西 看得眼都花了 知道公子执是大人物来的 那两个拜公呢就站起身就想走 公子执就请他们坐下 对他们说 我们国军一夜盼望能够得到展叔光临指点 望两位老先生帮忙劝解一下 那两个老伯呢就劝展叔 唉 既然秦国国军这么看得起老兄 那你不如就跟这位贵人一起回去吧 怎知那个展叔呢 望都不摸眼面前的金银珍宝 也没有转灵头